首先我們來看點到平面之間的距離 首先假設某個點P X0 Y0 Z0 可以嗎 那 點到平面的距離 就跟以前二維裡面點到直線的距離是一樣的 假設我們有一個點 叫X0 Y0 Z0 到這個平面的垂直距離 那這時候怎麼算呢 這時候就用根號的係數平方 分支怎麼樣 這個點 代入平面來寫就好了 AX0 加BY0 再加上C倍的Z0再加珠 可以吼 那這個東西就跟以前的證明是一模一樣 好 需要再證一次嗎 需要再證一次嗎 同學 不用吼 因為這個公式其實他的證明跟以前是完全一模一樣 吼 那這個你再稍微的整理就好了 可以嗎 吼 好 那這個如果你們這個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來 下面的證明快速講完 假設A點 X1 Y1 Z1 是平面上的任意點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這樣子畫平面吼 假設平面畫成一條水 這一條是我們切面 可以嗎 喔 那這個切面上有某一個點 X1 Y1 Z1 黑嗎 那外面 有某一個點 叫做 X0 Y0跟幾 Z0 好 那 你要算的點到 平面的距離 其實是可以利用法向量 跟這兩點的向量所組成的 A點跟P點 好你看喔 這個是我們的AP向量 我現在畫的這是我們AP向量 這是我們的法向量 那你會發現我們點到平面的距離 正好就是哪一段 是不是正好就是AP的常在乘以什麼 cosθ 這絕對值 這絕對值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這樣OK喔 好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我們利用AP向量 再乘cosθ 就可以算出來我們這個點 到平面的垂直距離 這樣OK喔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來 cos的夾角會不會算 會算啊 常度乘以常度分之兩個的內積 好 那既然如此把AP跟AP 在這裡約掉 這個分母 就變成絕對值的 這個 法向量的N 在乘上 分之上面是什麼樣 把向量跟AP向量內積的結果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可以齁 這個cosθ是這樣算 好 那這個AP向量是多少 AP就用P-A 我寫在這裡 這個AP向量 就變成 X0-X1 Y0-Y1 Z0-Z1 這兩個內積的結果 就是用我們的法向量ABC 再去乘上這個 X0-X1 Y0-Y1 跟Z0-Z1的分量 那最後我們再展開來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囉 來 這裏有AX0 這裏有BY0 這裏有CZ0 AX0 加BY0 加CZ0 這時候來再減掉 AX1 減BY1 減掉CZ1 上面的絕對值 那分母 一樣是根號的 A方 加上B方 再加C方 那這個時候你已經快要得到我們的結果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AX1跟BY1跟CZ1 X1 Y1 Z1 這個點 基本上在平面上的點 所以會有什麼特徵 你去思考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我起來右下角 這A點在平面上 所以帶進去的時候 AX1 加BY1 加CZ1 再加珠 會等於幾 0 可以嗎 所以移向過去以後 我們知道 負的AX1-BY1 減CZ1 就等於我們的珠 這個結果 也就是說 在這裡 這個AX1BY1 CZ1的結果 就可以換成了珠 所以最後的結果 變成絕對值的AX0 加BY0 加C倍的Z0 再加珠 再去除上根號的 A方 再加上B方 再加上C的平方 知道OK嗎 那基本上來說跟以前的證明的方式是一樣 就是 再把它拿來整理而已 那這個 我知道這個建工我上一次有加課班門上完 不過你們就稍微的陪我把它看一看 大概一個多小時我們就進空間中直線 直線不會講多 那講到我覺得OK 我們就給你們下課 好不好 經過了深思熟慮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給你們提早下課 那下禮拜的話 來 我現在真的沒辦法決定 來 來竹宗給我出來派一個人跟我出來猜拳 那個人猜拳猜贏了我們就放 好不好 猜不贏你們就補帶 我猜拳我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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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來 就你了 來猜拳 如果如果足蹤的同學 如果如果他贏呢 我們下禮拜就放一次 因為你們太多人要去那個壁 好不好 那如果如果他沒有贏的話 那你們自己要 我會把影片放上去 你們要自己來補課 聽懂嗎 這樣時候下禮拜就會照上課 好不好 這樣OK嗎 因為我們進度是有道 所以沒有關係 來 來剪刀 就看你囉 剪刀石頭布 我沒有辦法 這是天命啊 可是你看起來會出石頭 蛤 可是他也出石頭啊 好嗎 好了 對不起喔 同學下禮拜還是要上課 你們自己 我會把影片放上去 每天都自己補課 還有你們竹女在拍 什麼意思 為什麼 竹女不是也要 靠窯 怎麼真這樣 這個壞蛋 好啦同學 那兩個平面 平行平面的距離的話 我想應該 這公司應該蠻好記的 這個我想應該以前有寫過 就是用根號的 係數平方 分支兩個常數相減 豬萬減掉豬兔 這缺類子 我有給你們機會喔 好不好 我真的有給你們機會喔 這個 這個 這個願讀浮書 那你們下禮拜就補個課 那下禮拜我們就照常上課 好 這樣可以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件事情 就是線的比例 這點 這個因為蠻常考 所以我就直接幫你們整理 你看喔 這兩個點 如果在 這批的同測的時候 如果你還去比上 AP 跟BP的長度比 這時候根據相似型的概念 你會發現 你可以做輔助現象 AP比上BP 就等於豬A 比上豬B 可以嗎 喔 縱使兩點在同測的時候會有這個現象 OK 那如果兩點在預測呢 距離的這一本你有沒有帶 沒有 我以為你會去打麻將 你不是說想去打麻將 喔 打過了 好 如果兩點在預測的時候 同學 一樣 也會有相似的特徵 看好 這個AP AP比 PB 你做兩條 間值的輔助線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不是還一樣有相似的性質 這會等於多少 豬A比什麼 豬B 這樣OK嗎 台灣有台灣疫苗覆蓋率幾% 70%嘛 對不對 算吧 我是不知道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耶 今天不是100多個人確診嗎 可是感覺 蛤 蛤 蛤 我覺得不會 這次好像就差不多 大家好像對於確診 好像沒什麼 太嚴強烈的感覺 而且我之前有認識的朋友確診 他說 好像隔了一個禮拜就好 就變成有點像重感冒的感覺 對 所以就還好 好啦 這樣OK喔 那我們繼續囉 好 那下面是有空白 我接下來講幾件事情 同學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點 在這個平面的上面 在這個平面的上面 或在平面的翼側 所以接下來我要教你們去判斷 怎麼樣去看點到底在平面的哪一側 怎麼看 喔 那這時候的方法叫做法向亮法 我們來看喔 來 假設這裡有個平面 這叫平面一 可以嗎 同學 我平面都畫成像線一樣 看得懂喔 這樣會比較好畫圖 就是這樣切進這個 切進這個白板的這種 可以嗎 這是一個平面 好 那 假設我們的法向亮 我們令它的方向叫做A B C 沿著這個方向 好不好 那這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點 是沿著 法向亮的同向走的時候 假設 與這個法向亮的方向同向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這點 帶到平面的話 會是一個正數 聽得懂嗎 如果我們這個點 在跟我們的平面跟 法向亮是同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這個點 這個點 帶到平面裡面的話 結果會是正 可以嗎 那如果 我們跟我們的法向亮 還有這個平面是一側 聽得懂嗎 這叫一側 這個 假設這點的Q 那這時候 EQ就會怎麼樣 小一零 這OK嗎 好 那基本上我們怎麼證呢 我就證其中一個就好 我想應該我們知道相對如果在同側會大零 一側就會小一零 這OK喔 你們老師有講這個嗎 有講這個嗎 有喔 好 那怎麼證明呢 來 假設不失一般的我們令法向亮 這個ABC是沿這個方向 實際上 你有沒有辦法確定到底沿哪個方向 很難因為空間是任意可以跑動的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可以不失一般的假設這個方向是沿這裡走 這OK喔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來 平面上 我再去取個點 這點叫做P' 叫做 X0 Y0 Z0 這個P' 是我們在平面上的一個點 那這個P點 就是我們從平面上 沿著法向量的同向 可以走到的結果 可以嗎 喔 來 開始囉 我們就定 這個P 等於P' 再加上T倍的法向量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因為我們是沿著法向量的同向 這時候T是怎麼樣 大於0的 把它坐標化的時候就變成了X 加上AT Y的分量 加上BT Z的分量 再加上CT 同學會不會太快 如果聽不懂的話 趕快我再重講一次喔 那這個時候接下來怎麼驗證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點 帶到平面上就好 好 那平面 我不是一般的我去定平面 這個AX 加BY 加CZ 加珠等於0 好了可以嗎 我去假設平面長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P點 代入平面 會有什麼結果 就會變成了 A倍的 X0加AT 加上 B倍的 Y0加BT 再加上 C倍的 Z0加上CT AX0 最後再加珠 等於0 那我們整理一下 他就變成了AX0 加BY0 加上C倍的Z0 再加珠以後 再加上A方 加B方 加C方的T T 可以嗎 同學 把它展開來 AX0 BY0 CZ0 放這裡 這裡有A平方T 這裡 乘進去有B方T 再乘進去有C方T 再加珠 注意過來要前面 那因為我們的P 假設的這個點 是在平面上 所以這個時候P 代入 我們的平面 實際上前面這一些項 整理出來的結果 是0 可以嗎 好 那A方加B方加C方是一個正的 像 那T也是正的正正得正 所以最後的結果 一定會大而已 我再說一次喔 我是假設P'這個點 在我們的平面上 這時候代表這個P'這個點 代表這個平面的時候 AX0 加BY0加CZ0再加珠 絕對會是0 可以喔 那再來剩下加一個正數 所以他就絕對會大於0 這樣OK嗎 這樣OK喔 OK 所以這個法向量為 這個觀察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點在法向量跟平面的同側 還是一側我們就要用這個東西來決定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繼續囉 等你們你們抄一下好了 這個東西 我先拿個藥 我先拿個藥 好 好 我先拿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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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15頁 這個題目很簡單 這基本題的基本 大家來帶一下公式熟練一下 好不好 這個點到平面的距離怎麼算 同學你要記得我們在討論的 平面這時候是什麼是一般是 一邊是0才行用 可以嗎 所以開始囉 這個第一小題 這點到平面的距離 就等於根號的係數平方 二方加上負一的平方 加上二方分之絕對值的點 代入平面 這點代入平面 這6-2加8加6 算就結果 可以嗎 這是距離公式 那第二題 我們的E1 是2X加6Y-2Z 加13等於0 另一個平面E2 是4X加12Y 減到4個Z 加8會等於0 那這個時候這個距離是多少 距離是多少 變成了根號的係數平方 你在寫之前你會發現這個題目不能寫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係數有沒有一樣 是沒有一樣 一個是226-1 一個是42-4 這樣子寫是沒有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E2去做整理 整理成2X加6Y-2Z 再加幾才行用 E2應該改一下 那這個時候兩個平面的距離 就變成根號了 二方加六方 再加二方分之絕對值的 13再減幾 減4 這樣OK嗎 我把它寫完就行了 好 OK 那這第三題也簡單 假設E跟F平行 平行怎麼假設 第三題我就去令 這個新的平面 我跟你講 你上個禮拜放了蘋果 我幫你特別留下來 還在這裡 你絕對把它帶回家去 幹你就買 你就說一對蘋果請你們吃 我就說我不吃幹 你就假裝 你就假裝沒有看到 然後你就假裝 技術性的就留在這裡 幹整袋蘋果 好不好 幸好不是那種什麼 什麼豆腐啊 或是什麼東西 我就這樣給你放一個禮拜 叫你帶回去給你講 外面蘋果你要帶回去喔 好 我這樣是有點過分 還好齁 好來我們來看 這個第三小題 這個時候因為要平行 所以我假設這個平面叫3x 加6y-2z 加k等於0 那與這個點距離為2 是不是可以算一下就可以求k了 會有幾個k 兩個k 之後距離等於2 所以呢 根號的係數平方 三方 加6方 加2方 分之 絕對值的 這個 p點 帶到平面 這個 3-6 加4加k 根據提議等於2 那這一球k就好了 那這球k蠻簡單 我就不多上 這OK嗎 這邊的東西都跟前面的性質都蠻像的喔 所以我就直接 幫你們帶一帶很輕快的走過去 那一些比較特別的 我再 我再特別的講 好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2 這題ok的嗎 第2他說的是某一個點 這px0y0z0 是這個平面上的一點 則 去算這一坨的最小子 同學這種題目應該是蠻經典的 你會怎麼做 看到xyz這樣分開 所以先把它配方 去找它幾何的性質 對不對 那會不會配方 會齁 叫做x0 減1的平方 加上y0減幾 加2的平方 再加上 z0減3的平方 再加10再減掉14 多加14減14 所以它就叫做x0減1的平方 加上y0加2的平方 再加上z0減3的平方 再減4 你要求最小子 可以嗎 好 OK 那這個時候 我想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什麼意思 我們這p點x0y0z0 是在平面上的一個任意點 對不對 那這裡就是要去找我們這個px0y0z0 到一個點叫做1-2跟3的距離 最小值的平方再減4就好 可以嗎 這樣OK嗎 這個 平方加平方加平方跟距離有關 可是通常距離是有根號 所以沒有根號的話 這一段 就代表的是距離的平方 我想你們應該這個以前在直線上有這種類似的問題 這樣OK喔 我們OK嗎 OK 好 那我們繼續囉 那接下來的話就去算吧 這大概畫一下這個剪圖給你們看 這是我們的平面 外面 這外面有個點叫1-2-3 可以嗎 那這時候平面上有一個一些任意的動點 那什麼時候才會是最小呢 就是正好是怎麼樣 垂直距離的時候是不是就會是最小 可以嗎 OK喔 所以我們最小值的平方就很簡單的 最小值的平方 這等於多少呢 這等於租這個動點 假設這個1-2-3這個點一個名稱就A好了 好不好 A連到平面的距離的平方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我們的所求 就是距離的平方在減四就是我們的結果吧 對不對 等於根號的 係數平方 二方加一方 加四方分之 絕對值的這個1-2-3帶到這個 平面上 所以帶點到平面的垂直距離 這個最小的距離 的平方在扣四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OK嗎 這應該沒有到很難 OK 那我們繼續囉 這應該都簡單 例3 例3我覺得 有點 不簡單 例3他說 A算 AB 這個跟平面1 這是要去求AB在平面1上的正色隱藏 怎麼算 同學 AB在平面1的正色隱藏怎麼算 第一個我問你們這個算法是對的還是錯的 假設A 這不要超 好 那AB在平面的正色隱藏是不是可以先求AB的長度 那再利用B式定理是不是可以算 這很簡單 這一條是不是就是我們的正色隱藏 可以嗎 可以吼 那這一條是珠B 這裡是珠A 是可以利用B式定理去算 你求出這個珠B-珠A 就可以用B式定理 我跟你講 這樣寫會容易錯 錯在哪 同學 聽起來都是這麼一回事 但我問你 AB這樣的點的位置一定在 平面的同側嗎 你畫剪圖要很小心 有的時候畫剪圖的點 是你虛擬的位置 所以你並不能很武斷的就把它們放在同側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在意測 這裡我們看一下喔 由這個圖 如果我們要用三角形去算 這裡叫珠B-珠A 對不對 但同學如果這點在意測是用剪圖加的 你要這個時候如果A點跟B點在這個意測的話 你的正色隱 是這整段 是用這個三角形才可以算B式定理 就變成了珠B加珠A 不要超 可以嗎 可不可以 所以這個點的這個同側還意測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東西 你並不能很武斷的去決定 是OK喔 那這題有沒有可以不用到 這個尷尬的結果 來去計算的方法 有 就是直接用向量去處理正色隱 你用向量的時候是就會躲開這些正色隱一些Balassa的東西 或是距離的同一側的問題 所以這題比較好的方式怎麼做呢 就是用向量去處理 什麼叫用向量處理 來 A點在這裡 B點在這裡 不思一般性我就隨便弄話喔 那這時候法相當在這裡 AB的長是不是可以算 夾腳在這裡 那這時候AB的正色隱 這個投影下來的結果 是這條長 是不是就是AB的長在乘以3θ 看得懂嗎 所以這時候開始了來第1小題 AB的正色隱L 有圖 就可以知道是怎麼樣 我們AB向量跟法向量 中間夾腳的 Sinθ 在乘以AB的長就好了 根據B式定理 就可以知道 這L 就會等於 AB的向量長 再乘上Sinθ就可以了 這OK嗎 OK 好 那我們在右邊稍微算一下這個夾腳 法向量是幾 法向量是 21-2 對吧 平面有嘛 對不對 那AB向量是多少 一樣算一下 AB B-A B-A 叫做 負2 1 2 好 那這時候他們的cosθ 是不是可以算了 長長內極嘛 對不對 喔 那AB的長 去乘上法向長 分支 AB 到N 那會等於多少呢 他們是3 長度是3 乘以3 那這兩個內極 AB跟法向量的內極 我法向量我再寫一下 21-2 內極完的結果叫做幾 -7 可以嗎 喔 所以cosθ叫做9分之負7 那這個時候sinθ就有了 是多少 9分之幾 63-49 是 14 對不對 9分之 更好10 不是 講錯 81才可以 9981嘛 81 81-49 4交到幾 32 對不對 再開根號 同學這會算嗎 可算換sin 應該蠻簡單的對不對 喔 好 那最後這算出結果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 AB乘以sinθ的絕對值 就會等於 AB的長是3 再乘上這個 9分之 根號32 也就是3分之 這個4根號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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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號32 都開了 三色 概念上的這個三角形這樣 ok 就這樣 ok 那這個寫完的話來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這個二三題沒有那麼難 簡單一點所以我們就等下再看 好休息一下 怎麼了 嘴巴正好看 在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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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fai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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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你放在一起 我先把你放在一起 你把你放在一起 你自己姓我嗎? 對 你把我推手放嗎? 你給我嗎? 你把我推手放在一起 我把你放在一起 我把你放在一起 還有一口 我把你放在一起 我把你放在一起 有收締工 我把你放在一起 你把你放在一起 我把你放在一起 你放在一起 你把它放在一起 我不能讓你王人 剛剛好 你带着 你带着呼啬 你带着呼啬 我 目的位置 你带着呼啬 那你们可以干嘛 白山村 走 走 我 我再走 走 我靠,我學生在中原的 中原好像有人確診,然後就停課 幹,真是很恐怖 我自己带着呼啬 右邊拿一盒 左邊 一張密封 你自己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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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我自己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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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開 很高兴 我自己带着 我就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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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總管你跟年歲一樣 你從那一開始怎麼來 對 我扛到他 我扛到他 他扛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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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太大 從來就 有一個人會扛到他 他扛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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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安心 因為 他いつ要 拿我的 其實他扛到他 他扛到他 拿 risk 很蠢 好吧同學,Let's do it Let's do it 來吧,起來吧,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起來了,這個 好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知道這個 這個學社的第一階段出來,今年真的是 很炫炮,可是我覺得以後,應該不會是跟今年一樣 你知道今年發生什麼事嗎 你不知道 今年這個 台大土木的第一階的這個 一階的通過的成績好像跟那個什麼,原字好像也是一樣 42,Oh my God 真的是有點瘋狂喔,反正就是很奇妙就是喔 那今年的話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台大好像一些就是比較 比較比較冷門的科系的成績的掉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科技業真的是太賺的關係 對啊,然後這個台大電機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這個 分數好像也快要超過那個嘛,超過一顆喔 還有今年台大,今年陽明一顆是 好像是59,59級分才可以進去,然後台大本來是58 這,這我不知道為什麼喔 後來我知道他們說是因為台大的這個二階很難 所以他們這個 如果要上一顆也不一定會去喔 對啊,覺得不保險這樣 好啦,喔這個 今天蠻有趣的,但我不覺得是好事就是 這OK嗎同學 OK 那我們繼續囉,這是我們的第1小題,那第2小題他說 如果直線AB與平面E交於P點 那這個時候 PA比PB是多少 第1題的話我稍微縮小一下 還有這個 上面的筆記幫我這個稍微的改一下 剛剛 剛剛有人覺得這個 我上面的筆記有一些東西沒有到很精準喔,所以我們改一下 這個第15頁的這個例二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本來是寫這個點到這個A的距離最小十的平方 不是喔,這個就是點到 點到點的距離 那我們知道 X的平方 加Y-Y的平方,加Z-Z的平方 基本上來說他就是一個距離的平方 再來記得喔 這OK喔 只是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要需求距離平方的最小值 就去找這個點到平面的垂直距離 稍微改一下喔 把這個minimum的min把它劃掉就好 好 接下來這個第2題 同學第2小題的話是怎麼樣 不管點在同這還預測 點不管是同這還預測 這時候這個點到 焦點到2點的距離比 就會等於到怎麼樣 到平面的垂直距離比 可以嗎 喔 所以來 PA 比上PB 基本上就是豬A 比上豬B 就算吧 這個豬A比上豬B 叫根號 係數平方 分支 這53-4帶進去 再減3 會是多少 叫絕對值 10 10 加3 加8 減3 去比上根號 這個B點帶進去 喔 叫做6加4 好那加4減3 可以嗎 這OK喔 好 所以分母的根號約掉 是不是可以去算 距離的比 這樣OK嗎 OK喔 那第3小題還蠻簡單的我就不講 這個第3小題的話等一下再畫圖給你們看就行 那我們來往下看這個例5 例5他說啊 假設這裡有兩個平面 那我們這時候要去找的是 對於這兩個平面的角平分面 方程式 把兩個求出來 那第二個我們要去討論怎麼判斷是誰是瑞角平分面 可以嗎 OK喔 好來 我們來看喔 那這時候假設有兩個平面 假設一個是E1一個是E2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幾個角平分面 什麼是角平分面 這是平分這兩個假角的平面 所以說會有兩個 因為有兩種假角 對不對 也就是說 角平分面 會有一個是 頓角平分面 會有什麼 瑞角平分面 那這個時候怎麼去討論這個角平分面的關係呢 很明顯 角平分面上的點假設如果叫XYZ 這時候到兩個 平面的距離會怎麼樣 會一樣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個動點到平面的距離相等 這個條件 就可以列出我們的式子 可以嗎 好 開始囉 這要根據題目 租 那滿足這個條件的 XYZ 就是我們的平面方程式 這樣OK 好 那開始算 來 E1 那 根號 7方 加1方 加2方 分之絕對值的 XYZ 帶到 第一個平面 叫7X 減Y 加2Z 加10 會等於根號的 係數平方 4方 加4方 加8方 分之絕對值的 這XYZ帶到第二個平面 4X加4Y 減8Z加3 可以嗎 這是我們把這個動點 帶到這兩個平面的結果式 那 接下來我們要脫絕對值怎麼脫 同學 你脫絕對值的時候只要一邊 給正負就好了 因為絕對值脫掉的時候要嘛兩邊同號要嘛兩邊怎麼樣 1號 可以嗎 所以你只要一邊給正負就行 也就是說來 這會寫成根號的7方 加1 方加2方 分之7X 減Y 加2Z加10 等於正負負的 根號 4方 加4方 加8方分之 4X加4Y 減8Z加3 同學 這裡一個加了一個減就兩個式子 這OK嗎 這是我們的答案 那這個分母是 54 就這樣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得到兩個式子 你們自己在整理就行 可以嗎 那為什麼是兩個式子 同學 因為 銳腳平分面 到 兩個平面的距離會一樣 這時候頓腳平分面上的點 到兩平面距離是不是一樣也會怎麼樣 也會相等嘛 他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對不對 也會相等 不可能不一樣 這OK嗎 只是你要注意你算出來的一個是 銳腳平分面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頓腳平分面 可以嗎 好 這一節會稍微快一點啦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這一節喔 跟你們以前的那個 東西是有點相關的 對不對 好 這個昨天晚上我這個經歷人生中的最大一次的 這個大冒險 這個 你們知道我小弟有在 投資虛擬貨幣 這件事情真的是超屌 這你知道虛擬貨幣有一個就是叫槓桿的功能 就是說 你可以是用一些小小的錢 然後他把這個賺錢跟賠錢的賠率 放大10倍到幾十倍 那幹什麼你可以自己調 然後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賺錢或賠錢 那我昨天呢這個 因為判斷錯誤 結果呢 我投了 我投了大概500塊美金進去 500塊美金進去 然後呢我預計他會跌 所以我就買空賣空 你們知道 你聽得懂我來說什麼 反正就是我 我預測 一個 一個股價會跌 所以我就去想要這樣去套利這樣子 結果呢 我一買以後 他漲了6塊錢 那3秒鐘之間我經歷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幕 那個3秒我本來是 就是沒有賠錢沒有賺錢是0塊錢 我那一瞬間3秒鐘我賠了900美金 3秒鐘900美金 所以為什麼後面現在有全面帶我 不是啊 不是我後來有賺回來 幹你知道那個9點以後那個 900美金 以後那個錢就一直在一個高點 然後呢我就 我就一直呈現虧損的狀況 然後這個元松就看到我一邊貌白癡 然後我們都很緊張 因為我的錢袋也就剩下 我的錢袋就只剩下 3萬多塊在虛擬貨幣裡面 如果我賠900塊我就只剩下3000塊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們就從9點一直盯著這個 這個虛擬貨幣的走勢 一直盯到11點半 最後終於才回到正常的水位回到我預測的那個範圍 然後就把錢粗清掉 幹那真的是 我這樣來回的話 一來一回 我本來從賠了900塊美金 到賺了大概70幾塊美金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是 超緊張的 真的真的是很恐怖 對啊 這讓我想到我以前的前女友 我前女友 以前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我為什麼不能有前女友 你都有女朋友為什麼不能有 對不對 你也不看 不是 不是啊 這是我之前前女友這個 反正我那時候在這個 畢業以後還是有交集 我是說我大學那一個 我研究所那個女朋友他在做這個 股票投資的 你知道嗎 你有講過 蛤 你有講過 對 我有講過嗎 對啊 然後他就投投投然後還可以了 對啊 我就想說 因為 學費又浪費了 不是我有這樣回來了 對啊 我是說他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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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 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假設你去買一個昂貴的包包你知道那個東西是交換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可是如果是單純的損失 那個感覺是很痛 感覺就是你肉被割了一塊下來的感覺 真的是有夠有夠痛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我這時候終於我這一次以後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以前 這個我女朋友會沒事找架吵 你知道嗎 有一次他這個他那時候在幫人投期貨 他那一次 虧了一億 你知道嗎 一億你知道嗎 呵呵 我我就我那時候一收 那時候都不太敢感覺 反正又不是你的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然後他那時候就情緒很不好 後來他有跟我道歉 然後他慢慢有把他賺回來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從終於知道那個 那個 投資的損失 感覺到是什麼 真的是很刺激喔 同學這個 如果你們真的可以扛得起這個風險的話 這你們以後可以去做這個 做這個操盤或投顧 那 基本上來說他們都會有一些人在做這種專業投資 那我這個也有一個一些朋友在做那種 專業投資的這個基本上來說 這個錢是真正最快的錢 你們未來如果想要賺 穩定的賺錢他是科技也是一定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賺這種 有風險但是又更快的錢 那基本上就是 去走這種投資行業喔 好來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同學 怎麼判斷這個 評分面是銳腳評分面還是順腳評分面 同學以前是可以看腳評分線 因為以前我們是說如果是在討論直線的話 你這個直線可以畫得準確 對不對 同學這高一我們來複習這不用操 高一的直線 以前是利用 我們畫出來線的斜率來判斷 哪一條是銳腳哪一條是頓腳 我們說這個線是要畫得準確 可是請問你 如果在高二我們現在是一個平面 你知道怎麼去討論平面的傾斜程度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因為我們平面在空間上 你沒有去辦法去看他怎麼傾斜的 所以假設你算出了兩個平面 怎麼去看誰是銳腳誰是頓腳 我們就用這個圖來解釋喔 假設你求出了兩個平面 這時候怎麼判斷誰是銳腳 你就在 我們的 原平面上 E1或E2上 認取一個點 同學 這點不能在這兩個平面的交線上喔 這點是在平面上的某一個點 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平面上的點 到銳腳平分面的距離 會是比較 短的 到頓腳平分面的距離會是比較怎麼樣 長的 到銳腳平分面的距離是短 到頓腳平分面的距離是長的 我們就用這兩個條件來 討論這件事情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喔 好 可以理解喔 這個 認取 平面上的點 我們在 我們在 圓平面上認取一點 你可以在E1上或在E2上取都行 反正呢如果這個 這個點取出來以後 去算到兩個平面的距離 到銳平面的距離是短的 到頓平面的距離是長的 這應該OK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第6 投影點跟對稱點 來 投影點跟對稱點有兩種方法要講 那我今天兩種都會講 那 我先講投影點 來 第1個 第1種方法是這樣子 他說平面上 平面還有外面有個點 P叫321 要去找 這個P點的投影點 跟關於平面E的對稱點 可以嗎 好來囉 畫圖 首先先畫圖 假設這我們的平面E P點 假設在這裡 叫 321 那這時候在平面的投影點 怎麼找 同學 你會發現假設你要去找投影點的時候 這個投影點 這個批判 跟P的關係 這個連線 是不是正好跟法相對會怎麼行 平行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說啊 我就可以 去想像 我們如果從P點 要走到 這個投影點P' 好了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我們所走的 可以寫成 法向量的T倍 因為這兩條平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N 跟這一條P到P'的向量 一定是 平行差一個T倍 這OK嗎 喔 所以這時候來 我們就可以借用我們的法向量 我去令 P' 這個投影點 就等於P 再加上T倍的法向量N 那這個法向量是多少 先寫在上面 法向量是321 所以我們這個P'這個點 就等於起點 321 加上T倍的 321 同學這是巧合 我們這樣寫之巧合 可以嗎 喔 所以最後我們的P'這個點就變成了3加3T 2加2T跟幾 1加T 那你是不是只要求出這個T 我們就可以算出我們的投影點是多少 OK嗎 那怎麼求T呢 帶入平面 因為我們知道投影點正好會在平面上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這個P'這個投影點 帶進平面 就可以求出這個T是多少 可以嗎 來我們帶來看喔 3倍的3加3T 再加上2倍的2加2T 再加1倍的1加T 根據題目-28 要等於0 9加4加1加14 所以 14加9T 加4T 加T 要等於28 把28跟14約掉算出來T等於幾 T等於1 所以我們的投影點就知道了 所以P'這個投影點就變成了 3加3是6 2加2是4 1加1是2 3加1加1 這1加1加5 4加100 4加121加1加1 1加3再加123加1的5加1 4加1加4加127加1 3加1 6加1加5加13加2加1加5加1ой 3加1加1加13加2加5加61加1加1的5加1加1加1的5加1加1.5加1加1在5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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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約這個 喔 我有奇怪聲音 喔對齁,我忘記了,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稱點怎麼算 同學你看喔 以這個圖為圖利的話,對稱點是正好 沿著這個法相當,正好走幾倍,會變對稱點 正好走兩倍 假設這裡叫T1N 那這時候T1N就變成原來T了幾倍 是不是兩倍 這樣OK嗎 所以來第二個對稱點喔 我把他圈圈圈 縮小一點 好 這時候我們要去求 P double prime就是對稱點 我們確定 P double prime就等於P 加上T prime的 法相量 可以嗎 齁 一樣是沿著法相量走T prime倍 好 那這時候我們知道油圖 這時候T prime會等於2T 走投影的話走一單位 那走對稱就要走幾單位 是不是兩單位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因為這兩條一樣長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這兩條一樣長 所以走到投影一單位 走到對稱兩單位 好 那本來T是1 T prime等於2T就等於2 好那這時候我們的T double prime就好了 這P double prime 就等於 3加6 2加4跟幾 1加2 3 同學 就這樣 可以嗎 P大部分是963 9加3除以2是6 6加2除以2是4 3加1除以2就是2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對稱點 這是第一個方法 我就用橫的這樣寫 法1 法2齁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來 法2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一個更精準的圖來畫 什麼叫更精準的圖 同學 你去思考第一件事情齁 如果我們把這個P點 放到平面裡面去代入去算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結果 1P就等於幾 3乘以3 加2乘以2 加1乘以1 減28 請問你 9加4加1-28 大於0還小於0 大於0還小於0 小於0 對不對 這小於0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畫圖 假設我們的平面是這個 法相讓沿著這裡走 那我們的P點 應該在法相讓的預測 這樣可以嗎 同色是大一點 預測會小一點 好 可以齁 好 那也就是說 假設如果我們要去畫 我們的P'這個點 是只要沿著法相那樣走這麼長就行了 可以嗎 那這是多長 這就是P點到平面的距離 可不可以 這樣OK嗎 好 首先P點到平面的距離是多少 算一下 點到平面的距離叫做根號的 平面的距離 3方加2方 加1方分之絕對值 那這個點是一樣是321 帶進去 叫9加4加1-28 所以算出來叫根號14 也就是說這條長叫根號14 這樣OK嗎 可以齁 那我們的投影點是多少 同學 知道這個距離是這麼多 所以我們是不是只要從這個起點 走這麼長的向量 就會到投影點 把這個法向量除上它的長度叫什麼向量 單位向量 對不對 那單位向量長度是幾 長度是1 那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這一條距離叫根號14 也就是說本來單位向量叫1 這時候沿著這方向放大到根號14的單位的時候 是不是就直接走就可以走到我們的終點 可以嗎 也就是說這個算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的投影點 我們來驗證一下 齁 來 這個批點 我們原來的批點是321 加上根號14倍的法向量 法向量是幾 這一題 這題法向量也是321 乘上來 法向量的長度加根號 3方加2方加1方 321 所以同學 約掉以後算出來的結果 就叫 642 有沒有是對的 答案有沒有正確 我們從P為起點 走這個位移 走這麼多的位移 是可以走到我們的終點 這樣OK嗎 那這個時候來 單位向量 是把向量處理長度 長度為1 再放大成 單位 這個 根號14單位 就是P到P半的距離 可以嗎 所以算出來這個結果 就是我們的投影點 那這時候對稱點是也很好算 對稱點的話 就代表是他走幾倍的距離 是走兩倍的距離 所以這時候對稱點 就能P加上2 根號14倍 乘上我們的單位向量 我們知道單位向量 再放大就變成向量的長 對不對 就可以放成固定長度的向量 所以這時候算出來就是我們的結果 321 加上兩倍的321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變成 96跟3 這兩種方法其實都蠻快 那我個人都喜歡 尤其是如果數字很醜的話 這方法是真的比較好算 這一題是因為我去挑過 我們上面解這個T的數字很簡單的 所以你會看起來很好算 但實際上下面的計算步驟是比較少 懂我意思嗎 你只要確認他的位置 跟這個P點到平面的距離 再利用法向量 就可以走到我們要的位置 可不可以 一個點加上一個向量 就可以到終點 所以起點再加上向量 就得到P'的終點 那再多加一點 就會到了P' 就是我們的對稱點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兩個做法都給你們參考 好 那我們到這裡 這邊就差不多了 這邊就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五分鐘 然後我發一下講義 好不好 那今天我會提早下課 我會提早下課 我會提早下課 去吧 是